这是最后的冲刺 因为这个礼拜六就要投票了 那从今天算计只剩下五天 所以我想我还有我们地中议员 林沛海议员还有罗地委议员 那今天在南区我们全力冲刺 那所以入口拜票是很有效的方法 谢谢 然后针对昨天那个黄埔军校的那个部分 就好像有说出要有2022才有2024这部分 你怎么解读 最主要是因为我发学 现在很多的国人对于台湾的前途非常的担心 那也因此呢我们鼓励民众 不要小看2022只是一个地方选举 2022选对人走对的路 2024才有改变的机会 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礼拜六 所有的民众都能够出来投票 不管哪一个县市 都要选对人而且走对的路 大家踊跃投票 这样子2024才有改变的机会 大家一起努力 那因为假如他选赢了 那对案就不敢公布 还是跟这么有关 还有这么神吗 好谢谢大家 好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暖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要请大家多多支持